環境資訊協會的秘書長陳瑞斌 那在今天我想要講的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政府在公佈這個問題的時候 經常都很片段 資訊也不夠公開跟透明 事實上根據我們的了解 經濟的問題根本是來自於經營不善 就是企業它的經營不善 以及政府的一些錯誤政策 無能所造成 例如說像在前幾年 大家關心國防石化 因為好像環保團體跟整個社會的不認同 而暫緩體界 那在最近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就是因為環保太嚴 造成了國防石化沒辦法蓋 所以台灣的經濟就變差 事實上我們都沒有去注意到 政府沒有跟我們講的是 台灣的石化產能早就已經過剩 這個是經建會很清楚的資料 台灣有超過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汽油燃油 是要靠出口的 所以會很容易受到整個國際油價的波動 就會造成它也許賺了錢也許虧損 然後我們看到這些企業一旦它虧損 就嘩嘩叫叫政府要減稅啦 要給它什麼優惠啦 但是我們今天政府什麼時候照顧過我們老百姓 哪一家中小企業在經營不散的時候 政府有給它紓困 沒有 我們只看到政府不斷的從上班族 從我們的薪水裡面去苛扣 去將我們的納稅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繳著稅 去接計去補貼這些企業跟財團 這是很典型的截平計付 這樣子的操作過程裡面 自然會讓整個民間的社會力 整個財富整個經濟狀況是萎縮 但是所有的錢卻集中在少數財團的人 它穩賺不賠 在一個平步落差跟一個極端的狀況之下 經濟怎麼可能會搞得好 那這些事情政府都不講 卻是一直不斷的在講說 你看環保擋住了什麼擋住了什麼 如果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案例 我們去看全台灣有多少工業區 是在衛文哲 超過百分之五十 每一年我們工業區有一個管理基金 是賠掉上千億啊 我們有這麼多的錢坑 政府不去面對 卻不斷的要開新的工業區 開新的工業區製造新的錢坑 這合理嗎 所以環保團體才是真正在維護經濟 在守住我們經濟的底線 政府只要不浪費 不做錯誤投資 不要再增加這個錢坑 我們經濟就不會惡化的那麼嚴重 那這要靠誰 要靠政府嗎 沒辦法 十幾二十年了 我們看到政府就是一直沉沦下去 只能靠我們民間團體 靠我們環保團體 靠我們每一個人一起共同來監督 來守住我們的環境 守住我們的經濟 這就是我們所要表達的 謝謝 謝謝 你剛剛說那個千億元的錢坑那個 那個工業 文字工業 你那個資料可不可以寄給我 好啊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